對於黃昭順委員會開會常常跑掉的狀況 沒有什麼看法? 我想開會必須按照議事規則 那既然在有關的資金區條例 這個是有關國內的就業跟產業機械 那影響會很大 所以就必須更加嚴格的一個審查 那更的話這個是一個新的法案 是一個新的制定案 那既然制定案本來在審議的過程 本來就必須花比較多的一個時間 所以假如按照議事規則 那我覺得我想這個是立法代表 那這一次在經濟委員發生的事 不讓委員上台發言 那一個重大的法案 你假如說未來大家在查查時候 當時的一個立法過程 那竟然查不到任何的一個資料 那我想這樣恐怕沒有辦法 讓未來的一個執法者 來瞭解說當時一個立法的規則 所以充分的一個討論 這個在尤其新的法律制定案裡 來講是相當重要的 這種提案說明很大 才能夠瞭解整個立法的規則 那過去的話 逐條審查大概是會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 逐條審查一般來講 都不會限制法案的次數 因為你必須是藉由 跟行政部門的那種意見的交換 才能夠更清楚說 提案的行政院或者立法 他的立法部門 這個當然要講清楚 但未來衍生一些法律的交換 那對於國民黨這一次 他們院會想要提出來的那個 吳於生條款 他們是所謂的禁負二賭 是不是 就是那個公職人員選舉法免 公職選舉法免法 在去年當時曾經做過 很大的 就是整個立法的說明 但是之後 國民黨就在院會把他做出境界 也就是在委員會 並沒有進入柔交審查的情況 那這也變成在整個 立法的一個過程裡頭 那在委員會沒有出條 然後在院會 第一個登記發言人員又是費用太多 那假如他發言完 就提出聽證討論 那甚至整個在整個 都不會在院會的審查 也沒有進行 那這個案就用 表決的方式 那這個很顯然的是 國民黨也知道你會 也害怕這一條被國民討論 那就是想用人數的多數 將該講解 沒有就這樣子 除非做分心事 不然的話 怎麼會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在怎麼 國民黨的人數 在怎麼 討論人數也是相對來講 具有優勢 其實也不知道他害怕什麼事情 連討論都不討論 其實政經局也是一樣 連討論也不討論 那就要過關 真的是 不知道說 總是 總統好像是 當皇帝都不利用 不需要說明 跟民眾溝通的一個機會 跟國會溝通的動力 那這邊有一個 我們網友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最近在審理之地 比如說國民黨委員都不在 這一點 這邊委員有講什麼 他們 尋答的時候 開會的時候不在 但是表決的時候就來了 他們為什麼尋答的時候他們不在 他表明了就是說 反正你講什麼 在委員會講歸講 我在院會的時候 我在翻案 所以 他就是 運用他人數都說 連討論都不想討論 所以他們是表現出 連個人都不想討論 對對對 他是連跟你溝通都不願意溝通的態度 這個才可惡的地方 例如說在委員會 一般而言 一般的議案 在委員會甚至大家都會互相有溝通 和討論 那也會 因為在一檔 有一些意見不錯 也會 大家卸上的時候更改 嗯